白山水 各位观众 各位企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二十二届农心新拉面杯 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九局的直播 我是王瑞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丁烈老师 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第二阶段的收官之战 瑞姐好 亲民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棋局农心杯已经是进行到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了 是吧 快要进入冲刺阶段了 应该说比赛是逐渐进入了白热化 越来越精彩了 应该随着这个登场棋手的这个变换 我觉得现在关注度也是不断地在提升 我们中方呢 今天呢是类主 唐伟欣九段 唐伟欣也是 应该说今年首次出战农心杯 在昨天的这个 他的首秀当中也是取得了一个开门红 今天呢是第二局 他迎战的是韩方的深珍序九段 这么一场龙争虎斗吧 应该也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好 我们现在先关注一下 昨天比赛结束后的对唐伟欣九段的一段赛后采访 先恭喜你今天取得胜利啊 先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棋举吧 今天这个棋 感觉上还是比较顺利一点 但中间他硬杀我那个棋的话 感觉怎么样能不会死 结果在中间 总得说居然感觉似乎有一丝危险 感觉上今天这个棋 内容比较满 也就是像下手好像有点紧张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农心对吧 对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就是下之前的话 感觉自己状态还行嘛 然后看他之前的棋 觉得他的状态一般 对这个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第一次参加这个农心杯 就总下棋的时候 感觉比平时要紧张一点吧 现在这个棋中间一度 突然感觉有点危险 我感觉不觉得要看一下 那你觉得这个背台赛是团体的 防守个人赛 下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团体的话 就想着 想着怎么说呢 就得翻回点用处 还是想赢点棋 要不然一盘不一定就说的话 感觉不太好 你觉得你明天可能会遇上哪位棋手 你猜 我猜的话应该是队上排电话吧 然后你有一个小问题 你的那个唐玄宗的绰号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在网上没那么说了 可能说我现在棋比较悬后吧 那个当年18年的时候 当时就遇到过职业 那会儿我记得你好像还输了吧 对 那个当时对她的什么印象 今天跟她下 是又有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对她跟她的时候 那会儿感觉 她那时候成绩还没有现在好 就觉得是一个日本新锐 然后跟她那盘棋 我确实状态 状态下得不太好 但是我还这也比较清楚 就是在一些 在一些就是选择的问题上 最终是有点退让 然后最后一期就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输了 输了之后 而已有点机会都没有 输完之后就特别的不服气 总是想要找机会 能再赢 今年你真好丑 那个之前微博人有看你提 说这农心杯是免选的 这回是免选下的 之前向农心杯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目标 比如说连胜 或者说最想赢谁啊 目标倒是没有 总而就觉得 总觉得希望能夷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想坦赢 但是没想到没坦着 刚才你也说了 可能您会对手 会是不乔婷环 咱们先不说是 先不说是谁吧 那么现在你要对 如果是遇上不乔婷 你怎么看 你们俩也是老对手了 当年英式杯也是 你跟他在什么 你对如果是朴婷环的话 你有什么展望 我觉得其实 不管是朴婷环还是 时间序 反正他们俩端上的话 确实都得引力足以拼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我反正就不管对上谁 这个展望就是 拼希望能下考自己的期望 你最近状态 我感觉看起来还可以 因为曲州 先赢了成贤 后来赢了小姑 这状态稍微还行 那对明天 明天告诉你 明天是对盛登序 你怎么看 神经序 我觉得神经序 现在从棋上来看 他应该是比我们要强 他就从今年 你不会赢到 非电话拿到世界杯比赛 现在把世界冠军 然后把非电话 现在都五年胜了 所以我感觉他的期益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要比我强的 但是我觉得 我明天这个情况 也不看到 我就跟他好好地争取 下得积极一点 好的 刚才看到的是 昨天对局之后 对唐伟心九段的一段采访 可以看出来 唐伟心九段 还是非常开心的 是吧 毕竟是在这样一个团体赛 其实很想要有所建功的 这样的一个情景下 盈利盘 那么至少说保本了 接下来的心态 可以放松一些 那么今天呢 唐伟心是对上了 深圳旭 没有像他刚才说的 以为会对上朴婷环 是吧 对 因为从今年成绩上来说 可能我们大家都会以为 是朴婷环 可能会先出场 因为深圳旭 最近状态实在太好了 是 但是单看农心碑的话 深圳旭好像 还没有赢过棋 深圳旭 很奇怪 从深圳旭上 现在深圳旭目前韩国排名第一 而且状态非常的强 是吧 但是一往年来说的话 在农心碑上 朴婷环确实是韩国队的这个 顶梁柱嘛 是 顶下了很多的功劳 所以还是深圳旭先出场了 对 嗯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今天的一个赛前的竞场的画面 嗯 还是在相同的一个 对局场所啊 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 第九局 现在开始 嗯 这个宣布比赛开始了 深圳旭 我觉得现在 这两位秀来说 相对而言 应该深圳旭的压力更大一些 嗯 是吧 但他也是 也是 因为前段时间输给柯杰之后嘛 可能也是憋着一股劲了吧 嗯 要有所见数 毕竟是 韩国等一分第一人了 他我们说他之前 在农心碑上 好像出场过两次 都没有 没有 但当时他还不是第一人 是吧 但现在大家对他的期待 可能也不一样 是的 是的 我们说这个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对 今天都没怎么输棋 也拿了世界冠军了 嗯 其实我们说拿了世界冠军 其实就捅破了那层窗户 这个是有一个飞跃的 是不是 就是有点脱胎换骨的感觉 也可以通过这盘棋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嗯 好 这盘棋呢 也是重新拆先 唐伟欣继续拿到了黑棋 昨天也是黑棋 对 小木 一个错小木的开局 对 这边跳手脚 这开局也都是比较正常的 嗯 最常见的手脚方式 挂架小飞 这都是 然后现在出镜率最高的下法了吧 是 这前几招好像也是一种比较正常的进行 对 把去拆边 嗯 是AI推荐的局部 是 常见的一手 接下来 点33 直接去点这个33 对 点33 现在有个说法 就是说 先点33 至少不会亏生率 是吧 嗯 但你不知道该下哪里的时候 你就先点个33 点脚 对 实惠 就先把空捞了嘛 嗯 总是比较扎实的 这时候后 白棋也是两边挡 都可 是不是都可以选择 嗯 反正我感觉上应该还是这边吧 因为这边更加的宽阔一些 哦 但是这边挡 可能强调了 整个先手逼过来 对 好像都是 也都是有一定道理 是 实战员挡这边 嗯 挡这边的话 这边 反正感觉宽阔一些 价值应该会 大一点 这都是最常见的定式的定型的 对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 对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 嗯 紧接着白棋 哎 也是这样子二间跳来手脚啊 对 也是手个脚 嗯 前面有看到他们开局 因为比赛一点钟正式开始 好像前这一二十手的时候 进度还比较慢 比较慢 相对来说慢一点 嗯 应该是唐伟欣下的比较慢 嗯 申真旭好像下得挺快的 哦 嗯 唐伟欣好像比较谨慎一些 嗯 嗯 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实实的画面 这个韩芳 这也是呃 这最近这两届农心杯的一个 嗯 因为我们能够同时 在这个直播画面中看到 起手的对局画面 还是这样比较直观是吧 嗯 那也是因为今年特殊嘛 嗯 那个网络的这个对局 两个对局室 啊 唐伟欣和深真旭他们 好像曾经交手战机 2比2 2比2 嗯 是吧 是打了个平手 2比2 但是最近两次交手唐伟欣都输了 二连胜后二连败 哦 这样子 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平分秋色的战绩 对 嗯 但是刚才采访中唐伟欣也说了 还是要立足于拼 嗯 这个心态还是挺好的 是吧 唐伟欣是一个大心脏的棋手 是 是 我觉得他这个 他现在唐伟欣等级分 其实是比较低的 对他这个水平这个来说 他等级分排在第二十二位 在中国 但是在世界大赛当中成绩又非常的好 那在联赛中输其输的有点多 对因为我们知道唐伟欣是这个三冠王啊 嗯 两次三星杯一次硬石杯 这都是大比赛是吧 呃 但是他大比赛中往往是有出色的表现 但是反过来说他在一些国内的赛事啊 或者是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中 对 就容易这个失手 所以越到大赛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相信唐伟欣 但是觉得心理素质确实很好 对对对 就有的时候 现在起手我们说水平越来越接近了 是吧 对对对 你这个努力啊 努力的程度啊 还有你的天赋程度 可能都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心理素质 对对对对 其实就有时候要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啊这也是唐伟欣的一个他的招牌动作 清凉油 风油精还是清凉油是吧 嗯 差不多应该 提神醒脑 嗯 保持清醒 其实好多骑手都喜欢用这个道具是吧 对有一些还有抹药膏的那种 反正清凉 都是清凉 都是提神的 对清凉的东西 对 还有这个折扇 对 折扇是最普通的一个道具 骑手都有自己的这个小习惯嘛 对 好 我们还是回到棋局 白旗手脚之后 黑旗拆过来 拆边眼见的是一个 嚣张的一个点 嗯 双方的好点 如果黑旗不拆的话 将来白旗这个逼过来 嗯 对 因为这个是 可以算是一种天王山的一个价值嘛 是 嗯 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应该 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啊 嗯 对对对 啊 拆过来的时候 现在 白旗 小身 嗯 吊一个 这手棋有点意思啊 对这个是比较 我们刚才说这个比较好理解 这一步吊就 呃 要动动脑筋了 正常呢 如果我们求闻 比如说我再拆一个 拆边啊 走走 看见了大厂 比较好判断 这个吊 就率先来 适应手吧 这应该是一种适应手的姿态 先看看你的态度 是吧 对 因为申真旭 现在 我都叫他 升功智能嘛 AI吻合度很高 是 对各种布局 确实理解 非常的深刻 嗯 那么 Dia老师面对这个 五路 吊一手 现在黑棋 就是 思考的方向 大概有哪几种 就是 白棋也是在问黑棋 这地方 你到底是防守 还是进攻啊 嗯 但从这个 就是 这个职业的角度 感觉 第一感总是不太肯 这个飞一个 是吧 因为 你一吊是肯定是期待 我走这 就感觉对 对手的预想图 可能是希望你走这 所以从第一感觉 也不是说飞这个 就一定不好 但是从心情上 可能不会这么去选择 不太肯 不愿意跟着 对手的思路去进行 对 那这个棋 如果你说 要出去攻击白棋 又不是很好攻的一个 一个白棋 还非常清零的 这直接攻击 也没什么 太太好的效果 嗯 所以也是有点麻 这个确实 在这地方 唐伟心也是花了些时间 去思考的 怎么去应对 是 那我看实战 唐伟心 首先他没有在这里 跟着硬 对 没有跟着硬 这个对高手来说 他是比较排斥的 跟着对方行骑 对 他也没有贸然的来 这个出头 进攻 他实战选择的 就是 一种拖先 对 比较稳健吧 自己拆一步 对 这也是一种行骑 也算是一种行骑方向的 一种思路 就是防守啊 进攻啊 还有一种就是拖先 对 也是一种下法 那么白旗顺势跳下来 嗯 但其实跟刚才这个跳 应该也差不多 因为白旗跳的时候 黑的也跳出了 嗯 就换个次序来看 等于你跳 白的也跳下来 也正常吧 或者飞下来 有可能 然后黑的拆边 嗯 结果比较相似 是吧 对 也是 黑旗也是一种反击 黑旗拖先 也是一种反击的一个姿态 嗯 结果虽然相似 但是他这个次序 还是略有不同的 然后 对 这部飞 应该也是一个要点 嗯 飞的黑旗局部来说的话 是稍微有点麻 有点这个旗型啊 对 想处理起来 感觉有点别扭 因为这个旗型 将来要定型是小肩 是吧 但你小肩这一场 这旗正好是 特别不舒服的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飞 就是一个旗型的要点 这样只能 只能这个了 哦 想要保持联络 只能并回来 对 也 也是种下法 但从心情上 感觉不是 不是很愉快 就是对手一飞 你这么防守 是吧 总是有点被动 对 就是效率 不是特别充分 的一种形状 是 对 而且这部飞本身也是 事关双方旗型眼威的要点 跟后薄也有关系 本身墓术价值呢 也不小 所以像这种旗呢 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点吧 对 兼顾着后薄跟实地的价值 这种旗就很好 这种旗就很好 这种旗呢 既然不好下了 他干脆继续拖鞋 对 拖鞋也是 其实这种旗型 拖鞋可能也是第一感了 因为局部 就不知道该怎么下 不好找形状 是吧 刚才说这个肩顶 被对手一长 肩顶也有 我的这个刚才看 刚才这个情看过了 就这么下 好像胜率也没怎么降 是吗 但是我觉得下不出来 可能职业高手对这个旗型 也不光是说性胜率的问题 对 这可能 就感觉有点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我们刚才说了 不仅仅是技术上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对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地方 这样去振行 这飞完了靠一个 好像还行 棋型显得要完整一些 然后白棋的也挖沾 因为你长的话 这样要扳下去 这样扳的不行 嗯 充没什么关系 充我就退 所以白棋是挖沾 这样黑的 在虎是吧 在虎住 那这个棋型其实也 将来这种地方拖一个也 有点怪 拖一个 因为你如果虎住 我虎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点 哦 还能点进来 嗯 这个如果挡的话 可以吃了 对 可以打吃 这个节不敢打 所以这个地方 黑棋脚上 还是也守不住 嗯 就怎么整呢 多少有点别扭 所以干脆先脱先了 是的 跟刚才这个一样 他为什么脱先走 这个就是不肯硬嘛 这地方不硬的话 反而是比较清零 就是你来动手 黑的也没那么重 嗯 把自己看清 本身联络到是不 不问题也不大 是 这步棋呢 黑棋选择了 嗯 逼住 就是不会下的时候 先去沾大厂 对 嗯 先沾大厂呢 总是有一手棋的价值 对 嗯 逼的时候 白棋选择防守了一步 嗯 白棋也是防守了 是吧 对 这个棋如果脱先 嗯 好像现在下法是 这个脚还是比较空虚的 是吗 有哪几点可以考虑 脱先的话 他应该会要选择家机嘛 嗯 比如说家机 嗯 这个点 因为这有个子 不知道还能靠吗 应该不能靠了 这这个子 因为 因为本来没子的话 没这个子往这靠 但有这个子 应该不能往这靠了 可能就是别的下法 因为点进来之类的 嗯 是不是这种点 好像二间 跳的时候 这个它比较空吗 这种点啊 这个边点啊 肯定都有 然后 包括这种靠啊 这比较多 局部你活一块 掏个空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 因为现在点的话 可能白棋不好挡下去 所以白的可能不太满意 如果能挡的话 倒是不太怕 但挡完这冲完爬 白棋自身 这个子正好点在要点上 嗯 白棋的棋型 也是被黑棋拿捏住了 对 这个很难受 你如果只能粘的话 对 那那不行 这在一般粘有点受不了了 这个棋型太太单调了 太单调了 如果只能粘住 只能粘上 粘上的话 这样爬 你长 黑的再爬 这时空捞太大了 嗯 这这个舒服 这这个舒服 黑的太舒服了 嗯 这样白棋 大致就贴过去 嗯 但这样的话 因为这两个子 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这个活棋 应该不成问题 嗯 但这个白棋 这个棋的效率 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有点担心落空 对对对 如果你不长的话 黑的虎这个头 这个三个子 糊起来还挺舒服 是 所以白棋 那也是有担心之处 嗯 坚补了一个 还干脆 嗯 那这样的话 黑棋能抢到这个拆二 在这个局部来说 还是比较舒服的 分割了白棋 也是让白棋 这三个子的效率变低 因为现在对这只棋的分析 这三个子 它倒不是一个 很容易攻击的一个形状 但是呢 黑的这样限制住了 白棋的发展 是的 接下来白棋是点 然后他当初 这样子防守一步 还是有想法的 是吧 对 它是先翼后扬 对 而且当时看 在这个都下得很快 真的下得很快 山真旭 嗯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补法本身就是补得比较扎实啊 对 就相当于我们感觉 他像个无油脚 然后往外小结了一手 换个次序来看 他其实是把拳头缩回来的 嗯 那么 下一招 他是要来个比较狠的 点 点 黑的靠 先占点便宜 对 先问一下啊 嗯 也是 试试应手 对 你如果白棋 你首先你不能扳出来 不能扳 是吧 不能反击 然后我就跟着你冲 嗯 这个调子 这个白棋中计了 中计了 嗯 这个不行 如果挡住 挡住再加你一下 我顺手一加 嗯 这个 这个也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图 对 被戳了 所以 还是不能动劲 还是退 还是退 局部应该就退最好 是 不要给对手借劲的机会 那么黑棋 这两个交换之后 他现在再爬回来 对 那白棋其实也是达到自己目的 白棋这是一个组合权 他点完了大飞 嗯 嗯 他是想好的 而且顶这袋要防也是顶 那不然 不然也没有 没期下 顶一个主要顶一个还行 顶一个白的 他不敢往里长就还行 能长吗 现在 不知道 可能长不便宜吧 长一个 我就算这个棋 就外面走一个 因为你还得补 或者我先刺一下便宜吗 我先刺嘛 刺你得爬 嗯 这扳下去是不成立的 扳下去 这个断掉 上漆刹不过 所以黑棋先刺 那先刺 你如果沾 你对 那我这个很明显 你可以扳下去 所以白的应该只有爬吧 你爬我就算加一点 但这样的话 白这些地方还得补 可能觉得长一个跟外面交换 里和外的交换也不便宜 对 所以就直接退回了 它这个靠还有个好处就是 是不是防止你这么扳啊 这样子我直接就扳 就我说靠了一下 你现在再扳我就可以把这个子吃掉了 那问题到不大了 你如果敢扳我 我再扳 再扳也可以啊 你有什么 对 你应该也不太 我好像也不能太太用强 是吗 这种 这个主要我这斑毡都是先手 感觉也很轻啊 这倒 它应该白棋想的就是这个 但黑棋就是你碗扳扳不到你 现在扳我真把你吃了 所以先扳还是 是个时机 对是个时机 反正把白鞋扳回去 是不会亏的 顶一个也是棋形嘛 嗯 这个点完点 这都是一个正常分寸啊 嗯 白棋退 然后走在这 也是形状的第一杆 嗯 嗯 出头 顺便不断 对 然后这个局部 现在就是告一个段落 嗯 差不多吧 相信这样 我感觉 应该都差不多 嗯 上面这个小白棋是扳了 靠 白棋扳还是常见的 定式 对 这盘棋现在 在双方下的还是比较稳健的 是吧 嗯 没有特别激烈的一个战斗 对 实战就比较激烈了 实战这个 马上就要激烈了 对 唐伟欣选择的正面的战斗 嗯 其实从稳健的角度来说 现在吃一个应该是比较简明的下法 嗯 就吃一个白棋摘一个 黑的针到一个先手 要我的话 可能就吃完再一拆 感觉也没什么不满 速度挺快的 这个不长了是吧 还是拆这个大 因为这已经拆二了 这地方的架 这个头的价值 感觉不是特别大 嗯 你打我一下 这也不是你的潜力啊 就没什么关系 我感觉打完拆 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一种策略 嗯 实战就 比较的 是一个选择 积极实战 对 冲上去的话 就肯定会形成激战了 这是定式的两种类型 这是一个战斗图 打尺 然后打 然后反 反打 把它粘上 就直接尝出来 唐伟勋选择这个正面的基站 是 我们前面说 前面这个三十多手 好像还是一个 相对平稳的一个进行 但是这个棋不发生战斗 是不可能的 对 嗯 他这个棋的话 农心杯贴六母版 六母版其实黑的压力也没那么大 哈哈 因为这个很明显 因为现在这个在眼弧上 这个AI啊 他把这个版本调成了六母版的版本 就是你可以参考六母版的版本 之前七母版的版本呢 黑方胜率只有 开局只有40 嗯 40点几 但是你调到六母版以后 这个开局的胜率就已经是 几乎就五五开了 五十四十九好像是 五十点几对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 平手 对就是说贴六母版是个合理的一个 合理的一个 贴木的一个 是吧 但是因为 圣木齐秀有种感觉 如果是历木版 觉得黑棋会稍微好下一点 贴木版啊 圣度应该就差不多 嗯 但是中国规则 因为最后属子嘛 属棋嘛 就只能贴七母版 贴七母版 但一直以来都是白棋身份比较高一些 嗯 好 还是回到棋局 长出 长出 然后白棋这个坚出 这个基本都是必然的 这个必然的一手 是 黑棋是选择爬的 嗯 就感觉这个棋啊 黑棋下的还是很黑的 这个棋 黑棋 挺贪心的 还要去先拆 就稳健点 我们第一杆可能会认为 这棋跳一个 嗯 然后白棋拆边 这我们感觉 唐伟欣就是 很能捞啊 很能抢 包括一开始 这个速度也很快 连续拖行 我们说唐伟欣 这个三贯王 而且呃 从年龄上来说 成名的时间来说 也比申真旭要早 是吧 对 算是前辈 但是刚才通过采访 也看到说 他好像还是比较低调的 是不是 那申真旭现在 就今年成绩 太好 当然就输给了柯杰 他可能有点难受 然后 今年一共就输了 六七番棋 是 胜率也是特别惊人 嗯 而且他和这个 调听环是吧 对 最近又是下那个 七番棋 韩国搞的那个比赛 朴森七番棋 这个 对局比分非常悬殊 对 现在搞的那个 5比0 现在 按照他们的规则 那七番棋要下到结束 对 对 这个 其实大家都挺心疼 这个朴棋花 对 心疼 心疼 太心疼 这个 这个其实很痛苦的一个 一个比分了 而且你还在继续坚持下去 这后两盘 我觉得 深圳续 懂点事 但是也不会轻易的那个 对 是吧 还是在照旗下 但所以呢 就是现在 现在农心碑 韩方 正好就剩他们二位了 是吧 嗯 所以呢 当时 昨天派谁出场 当时 这个唐卫星 下完期的时候 他还自己还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以为 是朴棋花 可能会先出来了 没想到 还是派出了 这个排名第一位的 深圳续出场 所以深圳续 这个肩负的 还是有一个使命感的 嗯 对 好 我们继续看 他是拆这个 对 然后白旗飞出 然后黑的这两个 也不是说要弃 这个旗筋 也得继续跑 嗯 就这么感觉 黑骑士先捞 捞完之后呢 也什么都不给你 捞完继续战 对 嗯 唐卫星说 你虽然是第一人 是吧 韩国第一人 但是我是 很积极 叫什么大赛型选手 对 唐卫星 这是90后棋手里 除了柯杰 就中国成绩最好的呀 对呀 三冠 三冠 还有两压 他光三星杯 就是两冠两压了 太厉害了 对 他世界大赛成绩 确实还是很好的 对 而且这个玄学 宗主也不是浪得虚名 是吧 很玄 很玄 唐玄宗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然后白棋压两下 这是白棋的权力 这个黑棋得跟着硬 然后白棋正 正常的行棋的调子吧 嗯 我们说前面说 黑棋虽然下的 呃 貌似有一点点 这个 哪边都要啊 好像有一点点过分 但是你如果拿不住它 嗯 那它这个棋的效率就很高 对对对 很捞啊 这个黑棋 拿一时半会儿是没有看出特别好的方法 嗯 嗯 然后看看这个棋 脱了一个 嗯 啊 脱 这是我就两种下法吧 脱可能立足于局部的安定吧 嗯 然后还有种下法就出头 靠应该也是可以的 那靠不知道黑棋是斑还是退 就这么下 但是感觉 真的就是如果中辅这块棋 没有好的攻击手段 黑的这先手又捞一票 实际还是有所得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嗯 你得 嗯 拿出这个对它过分的起有点惩罚的手段 是吧 他实战这样 这样应该也 他实战这个下法确实没有想到啊 实战 这个小身是吧 他们韩国大小身 深渊序是小身 嗯 小身直接脱断 这个 这个断 刚才说了你得拿出招来 是不是 他这个是不是就是 他的 会不会有点 亮剑了 会不会有点过分 因为刚才我们看那个 现场画面的时候 嗯 我有观传到小身一直在摇头 是吗 我怎么看到是 一直在摇头 唐伟欣在摇头啊 前面我看小身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看他在摇头 哦 看来都 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对局动作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迷惑对手啊 但是对手看不见 他们看不到 应该还是比较真实的 嗯 不用迷惑 我以为这棋是脱退的 我以为是脱退完把那拔了火了 我觉得脱完低杆也是退 对 没想到会断上去 因为这地方黑棋子比较近 这个断真的能淘到好果子吃吗 而且这么下的话 我觉得白棋也 棋行是不是也还可以接受啊 但是 他就满意吗 但黑的这个捞的战略 肯定算成功了 而且这有个问题 你现在肯定要提这个 但是你提这个之后呢 这个 打完之后就还有个靠 这将来 这个局部将来有一个靠 对 这三个子是吊着的 你如果搬 他这个拐是线手 拐或者顶都进了 拐或者顶都可以 对 这边要吃三子 这边断 对 所以这还有一个 如果再花一手旗后手补 那个不太可能 速度很慢 白棋觉得效率太慢了 对 所以就提完这个子 这边也不舒服 他不肯提 不肯提和这个打拔交换 对 主要交换完 在这花一手旗 实在是没效率 但不花呢 由于齐筋掉着 也没有什么后续的下法了 就是 不太肯 对 这白棋有一些不肯 不想退 就是他的一个心理活动 但感觉这部棋还是很猛 这个棋断上来 作战能有力吗 那断上来 这个就没得弹了 肯定要发生战斗 黑棋实战这个第一杆 打完爬应该是局部的第一杆 这个下法 因为这地方有紫正好 这白棋 没什么正面的 白棋是要转身了 还是什么 正面肯定是打不过黑棋了 这个棋 我们看看 黑棋的实战也是 就是按照第一杆的下法 打车的爬 白棋 只能打吧 这个时候他 他不好意思回来吧 这是回来 回来被吃了 肯定不如刚才那个 是的 但打完了 打完反正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硬着头皮这样 不能再回去了 回来也不便宜 这打一下也不便宜 对啊 你现在就算回来 人家把你这两袋吃掉 这不便宜 主要还多一冲 如果你还要打这个 那还不如单退 这后成什么了 这黑的 这个厚薄 价值太大了 既然已经断上去 就不能再 犹豫了啊 但我不知道 他这个转身是转身啊 但这个转身 真的是他断上去的预想图吗 他断上去 断上去 我觉得断上去 应该 他第一会计算 这个人家打失了爬吧 嗯 好吗 这样 这死的不大吗 这黑棋把这吃了 然后现在提 现在把这一冲 这上面基本就全灭了 嗯 我第一感觉的黑棋好爽 感觉上很舒服的样子 这个黑棋实地捞得还是 他的理解可能就是觉得 刚刚在这活啊 这个必须要用到这个提 但用到这个提呢 又伤及外面 现在气完之后啊 把这气掉 将来这地方 就是白棋可以这样去走 交换 可能觉得气的价值 也还好 就没那么大 对 你就只能这样气了 然后气的话 搬下去是白棋的权利 嗯 气掉 这是白棋的一个所得啊 用这个 这几个死子 换取的一些便宜 嗯 然后粘住 关键是白棋还落了个后手 嗯 这样子也形成一个转换 是吧 嗯 不过这里边 这个转换 转换 怎么样 低杆黑的没有亏的道理吧 嗯 还是觉得黑棋不错的啊 对 那在这里边的味道 将来还要注意一点 白棋也 不是说马上就 这 就要换掉 这个保留着以后 这提 里边味道还挺坏的 比如说皮 黑棋你打拔 是吧 拔拔 我如果要做活 比如说走这个 你要 如果黑棋硬杀 我只能拖进来 对 硬杀的话 这个棋 黑的自身也有问题 这棋中间一挡 黑的也没活呀 嗯 这可能就出事了 所以白棋 也没死干净 对 但主管 你就是 主要是你这么活 黑的肯定也算了 你后一会就退 嗯 就给你活了 黑的也不是说 一定要去吃白棋 白棋还是留有 活棋的手段呢 这里边的味道 还是有的 但主要是黑的 真到一个先手 然后抢这个掺二 嗯 大肠 嗯 一个大肠 局面 最后的一个 比较宽阔的一条边 好 接下来 白棋也拖先了 白棋是 在这个右下角动手 嗯 这是黑棋之前 拖先嵌着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呢 黑棋反正是看清嘛 你走就肯定是 看看白棋 实控上捞一点 没关系 那黑的只要保持联络 也就可以接受 这都挡住 嗯 然后它是 跳回去 嗯 这一代棋型 嗯 算是一种 厚中仙的感觉吧 因为你直接冲鸡 没有好的手段 直接冲 白棋 这个有点 太俗了 这棋就 加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意义 这样冲一串 可能冲完 这个吃这两个铲子呢 那下完可能 得收 得收子了 亏飞了 这个 这下面的价值 明显要大得多嘛 所以这个冲不要 随手冲 嗯 这个也是先 有点后中线 走完黑的也会补嘛 其实就看成黑的压了白棋一下 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 对 然后白棋再刺 刺的时候 刺的话也是想要整体 对黑棋 收根啊 整体攻击 因为不刺的话 黑棋这地方将来收关 它是加一个 嗯 这手棋 木树也挺大的 主要是一手棋就活了 加你 如果冲 冲我甚至于有可能挖 我就算不挖 爬回来 这个 你冲一下都不见得便宜 这个就不能再断了 只能说 对 那这个活了 这个局部黑棋 对 脚步已经做活了 本身木树就挺大的 所以这一是灭眼 二是收空 本身价值就很大 然后 然后 这个手黑的还是可以夹 它还是夹 实战它还是夹了一个 这手白棋先粘 它 它 它这个棋 它加如果白棋粘 它现在顶是怕什么 顶只有断呀 是吧 断也可以 它可不可以这样加过 我粘你吃不吃 一样的吗 不吃的话 可以打击 那总要吃 还是要吃一个 对 就等于说顶肯定是像这样 实战双方这个图 我是在想 双方的这个必然性在哪里 实战这个黑棋打吃这个 然后白棋没有粘 白棋补了这边 我如果就粘上呢 其实这个子还是拿不住白棋的 对吧 想吃掉这个子 吃不掉 吃不掉的 你现在是粘吗 你如果是粘呢 我觉得白棋这个 粘一个比实战要好吧 这个地方黑棋至少是没眼 实战爬的话 黑棋提一下就有眼 而且提掉这跟白棋的眼位 死活是有一些影响的 就是 现在实战白棋 黑棋打的时候 白棋没有粘 没有粘 这个是有点疑惑 就是无非我的理解 就是粘一个 他担心这个顶嘛 但我又在想 没想明白 如果担心这个顶 黑的为什么要打不直接顶呢 打吃的用意是这样 一样的呀 打吃还亏了 没有用啊 所以双方在这里的 这个必然性 我没有太琢磨明白 就黑的如果想顶 就直接顶嘛 打完又要走什么呢 打完如果不顶 也是粘 那白的为什么不粘一下呢 粘一下便宜了呀 这个无所谓的 对 其实多打到一下 好像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 是吧 正常嘛 你打就给你打 将来打应该也是你的 就给你打一下 还真常嘛 就是实战双方 下出了这个变化图 打吃的时候不硬 然后黑的提掉 这一代倒是双方 好像对局双方 是有一个默契 双方这个契合了一下 不知道这个起的 必然性在哪里 这样子黑棋提掉一个子 将来还是有一只后手眼的 对 黑棋长了 就这地方多了半只眼嘛 然后呢 黑棋因为提了之后啊 将来这长丸 如果你粘上的话 黑将来虎这个 如果能抢到这个虎 白棋局部也是不活的 对 这提到这对白棋的眼味 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提还是有价值的 刚才这个漆白的 为什么不能粘 为什么不粘呢 我也没看 粘 粘也没什么怕的呀 是不是 有点不太理解啊 不太理解对局者的 就是如果你粘 你怕对方顶 对方不打直接就可以顶 他应该也没想顶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粘 好 它粘 长一个 长一个把其粘上 这应该是必然的 接下来黑棋的选择是 得跑吧 这如果不走 被飞一个 感觉要进去了 这还得跑一手吧 跳或者小尖 小尖 实战是小尖出头 本手 该跑还跑 因为这个棋 我第一感 现在黑棋的失控还不错 虽然上面没吃干净 但如果黑棋上面补一手的话 黑棋的失控要好很多了 这边是不是多了 眼味多了半只眼 还是差别很大的 而且有可能是先手一只眼 就是黑的将来做活的时候 它顶段 这是一只眼 这是先手 是的 白棋这个爬二路没有粘上黑 地方多了一只眼 多了一只眼 这个区别还不小 肯定黑的能拔掉这个 我觉得肯定还是便宜了 白棋不粘 它怕什么 无非就是怕这个顶 那怕这个顶 它跟打有什么关系 不打不就能顶 也可以一样顶 对 玄学 这可能是汤文晶的玄学 斑 嗯 沾上 很厚重 然后现在是飞到这里来 这不飞 嗯 分段黑棋 攻击搜刮 它两种用意嘛 分段黑棋 连落自身 因为白棋这个块棋 也没完全安定 哦 因为这种室友先手 眼威还是不错的 但不肯 因为里边有棋 不想交换 不肯交换 如果抛开局部作业的手段的话 这块棋也 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分段 是 也是掌握局面主动权的 一种很好的 行棋的步调 嗯 现在这个棋啊 我觉得是 黑棋实控 可能是要好一点 但是白棋更厚 白棋更主动 嗯 黑棋好像稍微有点薄 嗯 黑棋就到处得 忙着制锅 对飞 嗯 该补棋得补 现在白棋是 我看看 我们现在是看到了 现场画面啊 你趴那儿 唐卫星好像 我昨天看他下棋 好像基本上也是这个姿势 嗯 哦 背的时候 长 长 嗯 这个白 这个也是就是双方眼围的要点 因为被黑棋唬到这儿 白棋举步没活 也没活 白棋尝一个先安定了 是 先安定了 顺便灭了黑棋的眼 而且本身这种棋 都是有相当的实地的价值的 嗯 所以这都是极锁 嗯 嗯 还得补吧 这黑棋 黑棋是飞 哦 这是黑棋的权利啊 然后压过来 跳 飞完了跳 嗯 嗯 把他拐 这一代的工房 现在是 这边黑棋 是不是 还算薄吗 还是已经算 不怎么薄了 是吧 不是 这不已经连上了吗 他自身这个眼位怎么样 自身一只眼 这地方可能也就一只眼 就一只眼 那连上了呀 呃 我总感觉 白棋 下的也是不紧不慢的 感觉黑棋下降 可以满意吧 黑棋 这块棋也联络了 这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先手一只眼吧 然后还抢了一手 这地方还又抢了一手 嗯 实控 的话 白棋 这块棋 这块棋也就十木出头嘛 十二木棋 看看现在形势如何 白棋全盘就二十五木强 黑棋这三块加起来的话 这块有个十木 这块 有小十木啊 二十木 二十五木 就这个地方到底点多少木 如果干黑棋下 黑棋实控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看看实战 嗯 白棋先刺了一手 嗯 是个硬手 嗯嗯 这只要沾上 嗯 就只能沾上 白棋还是补了一手 因为这棋不补 好像有一个挤啊 有一个冲完挤面 嗯 这个两个断点不能兼顾了 嗯 这好像要出事 你拿它这三个字没招 没招 然后这个头已经被封住了 就说这块棋一旦断开的话 这地方你就得去 对白棋 得去做活 就得忙活了 对 忙活得做里外的交换 对吧 对手撞后 而这地方也会被搜刮 对 所以这个挡一手啊 还是有必要的 挡是在补断 而且本身木树价值也挺大的 嗯 但是 但是 这个棋黑的现在吃到这儿 好舒服啊 就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上面补一个 其实挺大的嘛 因为这块棋本来没吃干净 而且黑棋吃到这么大 又把白棋的各种先手的问题 全给消除掉 嗯 我感觉现在从实地上来说 黑棋那块棋 感觉都快抵全盘了 从木树角度来说 现在唐伟星是领先的 但是 就白棋搜刮 全局的角度来看怎么样 白棋搜刮能够刮回来多少 对 白棋的目标在哪里 怎么样来这个 把实地的平衡给他调节好 就通过攻击来搜刮嘛 就是这块棋哈 攻这里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对对对 团一个是一只眼 但这个棋呢 有点不肯的地方 因为你团一个 它的立在这儿 木树先亏一点 关子 关子亏木 关子亏了 你局部是下身这样的 你为了作演 局部是这样的 但本身搜刮呢 这其实应该这样的 对吧 应该这样 你急我你还亏木呢 你还不如走这个 所以要根据情况啊 要需要作演的时候 需要作演的团 那这样的话呢 也算是他搜刮的一种 一种效果 逼黑棋去做这个演 能便宜一点木 那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黑棋 黑棋空多 现在是不是比较好 掌控一点呢 现在就是白棋 要开始想办法 如果白棋没什么 特殊的招的话 我觉得黑棋 就平稳的进入到 收束阶段 我觉得黑的好收啊 好收一点啊 好我看黑棋现在 这个继续联络是不是 非 对这点连 这不连 这直接就断开了 因为这刺是先手的 刺完了 就往这 硬来就断开了 这个分段还是非常严厉的 这这肯定得连 连一手的话 现在这是一只先手演 这个地方现在该白棋下 白棋 就是比如说 你如果直接来攻黑棋 可能这地方 活棋 应该问题不大 刚才说了 这个团 随时是可以有 随时是先手 可能就得走掉了 对 不走被人挤了 又可能 它就干脆团掉 就团掉了 就这地方团掉嘛 团完之后 全部走掉 走完之后 这地方虎一个应该是有一只眼的 有眼吧 因为 这要贴 你如果走这的话 我就往这靠 这个眼应该出来了 是 这个好像 这一代总是有一只眼的 对 局部这样就活了 活完之后 白棋这个棋 实控 有点吃紧 所以白棋也不能 就是直接交换 就说白棋啊 现在不能做 外面跟里边的交换 不能让黑棋在里边 一手棋做活 白棋要对这块棋 产生危险呢 这个棋将来一定是走在这儿 我不知道走在这儿 能不能把这的眼灭掉 这好像又 回座 你也不好灭 可能还得走这儿 如果要攻的话 这个 对对 划一手棋来灭眼 但你划一手棋灭眼呢 黑棋出头 就这个地方 这一带的攻防就很关键 所以白棋现在是利用 黑棋这块棋的灭火 先去深东击西 对 这个现在是一个石击啊 是石击 就是白棋实在往这儿靠嘛 因为 仗着黑棋在这儿 太 过于 太用强的时候 对 你用强的话 我多几个走 真的跳过来 有可能要杀黑棋这块棋 所以就是 这个棋 主动权是在白棋手里 白棋很厚 所以 白棋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去 占得便宜 对 去获利 因为我们说了 从实际角度来说 现在是黑棋领先 黑棋好 但是白棋的筹码就是你 黑棋这块还没活 怎么样攻击得利 或者威慑的情况下得利 对 反过来说呢 就是黑棋如何 不付出太大的代价来获得安定 进入到收官阶段 黑棋就是双方都是围绕着这个讨价还价 因为我觉得白棋想吃黑这块还是难度很大的 双方就是在这个筹码上的讨价还价 到底你占我点便宜给多少 上两个价 便宜我多少 最后一般来说 高手之间会达成一个这个比较微妙的平衡 是吧 对 也是 有时候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一木棋弹不拢都要 对 也有可能 开仗了 但这个棋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和平一点 最后还会和平 我感觉 现在白棋靠 黑棋搬 打吃 我现在 我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和这个比赛 已经同步 还有 没有同步 就打吃的时候 白棋如果想妥协 其实立一个 我觉得就妥协了 黑的打吃应该不是要跟白棋拼命吧 拼命有点过分是吧 不会是吧 有点过 不 应该不会 这个 这样有点 黑棋的意思是不是打了粘啊 我觉得黑棋是这个 它是这个意思吧 收兵了是吧 嗯 因为我们注意黑棋上面啊 其实当初白棋弃子 上面黑棋是有点弹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啊 白棋靠上来占的便宜并不大 因为你本来画一首棋 就小飞 就 你现在等于说比小飞 围的是要充分一点 但是 同时 黑棋外面用了很多 而且还是黑棋先手 这是强盗上面一个小尖 这白棋 这块已经供不到了嘛 现在就肯定建核了已经 这点便宜占完应该是不太够的 嗯 实控白的并不够 这样的不满意 而且黑棋接到这个之后 白棋还得去单关联络了 白棋这个棋的效率 我们所说的后市 嗯 现在也要开始去下 没价值的单关了 所以白的不肯啊 白的不肯点啊 没弹拢啊 不能这么简单的处理啊 就给我这么点便宜 不能接受啊 想一想办法 看看白棋它是靠 上招了 这个上招了 嗯 对不起 我们品一品哈 什么意思 黑棋能冲吗 冲肯定是断 直接断 那我 我要联络 我只能打吃是不是 打吃 我不能能 我不能吃 你还有种联络 你退也能言 但退有个问题就是 我冲的时候 你必须挡住 是啊 你挡住在这儿的话呢 有可能我这个 也是先手 嗯 那就是 我直接来 你这个棋 所以这个 要被我这个 这就是靠的意图 是不是 被我缠绕了 我如果是 那我如果要被联络 只能打吃 打这个 这个也很损 打这个 我压还是先手 还说你不要了 这俩先手提 我如果就说 如果黑棋什么都要的话 什么都要 可能离私 有点 也不是不远了 可能已经死了 就是黑棋这个大龙 是有点危险的 它可能是不压 这个你也已经死了 可能不是什么都要 你不需要这个压 这个压都不用了 因为你跑的时候 我别的 我都不搞 就把这打掉都行 这在该白棋下 还能不死 这样子的话 黑棋可能是比较危险的 这很危险 不能这头太铁了 不能什么都要 所以靠 这也是 冲是不行的 不能 黑棋不能 不能上头 现在不能冲 实战 它尾星是霜 所以你看实战 它这个飞 不过这确实想飞 如果小尖写的 有点太 松软了 太松了 那飞这个地方 深蒸虚这个靠 还是很敏锐的 地方抓住黑棋的一个缺陷 这个深功智能 还是 棋感非常的机敏 这地方 它如果现在沾这个 是杀不掉 是吧 沾这个呀 沾这个 这地方我们就一直摆在这 它就是一只眼 对吧 沾这个完了 这一跳 刚才说 这个是要点 现在还能活吗 现在 感觉有点费劲呢 这个 这边要挤 这里要掐 你不走 我挤是先手 嗯 这 这 有点 不好活 主要挤是先手 我 嗯 不好办了 这一挤 那那不行 那你别团 这个团 后手死了 嗯 我挤是先手 对 所以 没办法 如果 走这边 被这里挤 好像 你还不如什么都不走呢 嗯 就等于 就这样 只能是不走了 往外跑 但是往外跑 感觉应该跑不了吧 这棋 这棋能跑得了吗 我打吃 这应该死了 我感觉 也就是说 这个棋 沾这个的时候 黑的不能沾这个了 不能沾了呀 那沾不是 已经死了吗 刚才那棋 怎么活 我是看不出来 怎么活 那如果不能沾 直接活这块 直接活的话 那这个冲过来也 冲过来 我如果这块棋 是活的 你倒也没什么 那就是 这个要计算了 就是看两边 哪边更危险 这个要算 这块棋的死活 对 就是说这两边 是不是还这边 活面大 应该是 因为刚才那个 我觉得那个死的 有点简明 这个其实是看不清的呀 这个 这个死活 这个现在 我们一直摆在这 这个是没有的 这可以拿掉 当然因为你要做活 你也得走 实战它倒是 黑白棋没有沾 是吧 白棋选择的是沾这里 沾这里的话 那黑棋倒是 可以先冲一下 断 然后黑棋再长 然后回去再长 把线粘 你还得去活这块 对 还是要来做活 这块肯定必须得补一手 它贴在这儿活了 这样子 照一只眼 一贴 贴的话 它主要是 你现在不能跳 你跳的话呢 黑棋这地方 冲完了有个段 这样子的话 长一气 这个对沙 对 黑棋要快 滚包之后 就快一气了 你如果刺不到这儿 那黑的这气就铁活了 就是说这个压是先手 是吧 压是先手 压只能退 嗯 你进进不来嘛 进不来 黑的应该就是活 对 唐卫星这个贴一个好手 这个活了 但是贴一个活了的话 跟刚才的区别 其实就是相当于 刚才白棋没沾这 沾这个黑的不活 白也沾黑的长了一个 嗯 但这个稍微冲断 对对对 还是比刚才让白棋直接沾的那么牢 但是刚才我也不见得长嘛 等于说现在他选择了一个长 嗯 但现在白棋要薄一些 现在这个棋的问题就在于 这分断完之后 上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收器吃之类的 问题倒是不大 那可能也就是个小收器 嗯 活现在 现在是该 该白棋下是吧 嗯 白棋是怎么个搜刮呀 嗯 这个是什么 接下来 白棋是先立一下啊 立一下 立是白棋的权利啊 嗯 因为这些活了嘛 活完之后 也没什么保留打吃了 就不用保留了 打吃也没用了 就立一下 立一下之后 点这里 点这个 就是这个搜刮很烦啊 搜刮 这是白棋的权利啊 嗯 这个把黑棋分断之后 就是有一些 搜刮的手段 我们 快追上他们的进程了 纯粹和这个 进程一致 然后 这是黑棋在作活吧 嗯 这活了吗 好 我们现在是跟棋局 已经完全同步了 嗯 下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深真旭还剩十分钟 那也就是说 唐伟欣应该是独秒了 是吧 现在下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 唐伟欣 对 独秒 肯定独秒了 那么现在我们跟这个实战 已经是完全同步了 那么 趁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稍作休息啊 一会儿回来 在天音围棋频道 微信号 围棋天元 好的 欢迎回来 这盘棋呢 那进度还是比较快的啊 双方这个 现在 深真旭 在他独秒之前 他这个 刑期速度非常快 也是秒下 嗯 给这个已经独秒的 唐伟欣要造成 时间上的压力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黑棋小间 嗯 现在这块黑棋需要 做活 对吧 现在是一个局面的焦点 局部应该是 活的 这个也是 考验死活体啊 大型的一个死活 我 我 我说再看一 这棋 嗯 它实战是 冲这个 对 实战冲和 这个都是 交换一手 它实战是尖顶啊 尖顶的这个图 但我在看 那个冲完了 如果冲完了挤这个呢 冲完了挤 我如果打之 可以从后面打 那不行 那不行 我大概只能 沾这个 都行吧 我沾上 嗯 这个好像 局部是死的吧 你粘也不会粘 粘备一支 但是然后贴这个 就挖 先冲 先冲不行 那挖也不行 这样也是活的 这样也不行 也是活的 我可以粘上 这里可以打回去 对 那这样也是活的 这样也是活的 这期挤也没用 也是吃不了的 那是不是挤一个便宜一点呢 不是便宜的话 他就不会去冲这个 他冲这个 看错死活了吧 冲这个是吧 他实战那个 冲一个是损木的 对呀 你们有必要吗 你为什么要损木呢 一般要冲是有锁图 这两步交换 这一步交换 损炸了 损失比较大 是吧 这个 比较细微的局面下 至少五木齐没了 就冲一下 那还是不小 如果杀不掉 至少白亏五木 那看看 在这个搜刮的过程中 能不能收回 这五木齐便宜 不是 问题你搜刮 你不冲 你直接搜刮就能搜刮吗 他实际上是冲完小尖嘛 对吧 冲完了尖这个 对 尖这个呢 肯定是全部挡住 还 在挡住 然后 怎么还有点执迷不顾呢 继续 它是继续冲 是吧 继续冲 冲的话 黑棋是搬了一个 嗯 搬一个木树好像不如 冲完了吼一个好 吼这个 嗯 嗯 冲完吼一个木树 是不是比搬一个强 搬也行 差不太多 这个 反正就是那我搬你一下 挡住了 嗯 挡两下 这个 还不能挡两下 挡两下 这里面气还有关系 啊 这也差不多 这下冲可能有点省 不肯冲 直接 直接吼的话 可能再冲有可能退 它搬了一下 算差不多吧 那问题是 这其实是活的呀 踢在这 它不冲这一下 黑的也是这么活呀 不冲这一下 就是你 它直接来监顶 该怎么下怎么下 跟这冲有什么关系啊 就这 这个冲是白损的是吧 我能在外面作演 谁会在里边作演 嗯 我走这个 你就算吃一个 然后我再走这个 那我为什么不贴在外面 说这个132冲 呃 小生 深圳旭九段 是不是有什么误算啊 这个至少五目棋没了 哦 就白白损失五目棋啊 嗯 嗯 这至少亏五目 这两个字区别 本来是本来 本来白棋在这儿的 嗯 本来以后收官 这是白棋的权利啊 嗯 这个 而且现在是在深圳旭 他自己还有保留时间的情况下 还没读秒呢 他还没有读秒 嗯 呃 这部棋会不会是 哎呦 看他的神情 嗯 是不是有点 为刚才这个误算啊 我们姑且认为他是误算 有点懊恼 应该是误算 嗯 没有道理嘛 就冲了一下之后 肯定是看错死活了 这个玄宗的 现在是活了 玄宗开始翻例了 嗯 四十四四 本来其实 把这下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之后 冲 问题是像这样 这个 他肯定是看错了 这个挖呀 嗯 他没有注意到 就我们刚才摆的这个东西 就是打的时候 黑的可以不提 黑的可以粘上 对 这是不是他的一个无算 可以粘在这 粘在这的话 他应该是这地方看错了 嗯 这地方是白棋的一个失误 但本来好像 白棋好收一点 这棋 因为上方这个棋 白的好像没死 上方这个棋 现在白棋好像是能活的 先搬 我先搬一下 然后把这个棋了 黑的 黑的 如果继续吃白棋的话 是什么 收棋吃 黑的要吃也能吃啊 上面有一点味道是吧 嗯 要吃也能吃 就收棋吃 嗯 能吃也问题不大呀 嗯 我们看 决意倒是推荐 挤一个 嗯 这个时候啊 挤 啊 挤 哎 刚才这个已经搬过了啊 挤过之后再 倒吃 啊 倒吃 先手 对因为这有断嘛 嗯 所以刚才好像什么还是猴好啊 是吧 因为这个是先手 那好像木树不如猴哎 对 然后再断 嗯 然后 嗯 恰吃 它是利用这地方的这个味道 就黑的你现在不能跑 跑的话呢 白棋这个打吃先手 打吃先手就挖死了 嗯 啊 所以黑的只能提回去 然后白棋吃这个 吃这个的时候 黑的补一手 补活 啊 这是白棋局部最佳的收树 收树定型的吧 对 对 决一推荐的局部最佳的收树 如果这样子收树的话 好像棋局 这个还没有提 嗯 还可以下 就白棋还能及时止损 对 黑的 白棋好像损了点啊 搬一下 搬一下 这个嘛 看 如果吃是先手 那他为什么不沾掉呢 对啊 应该刚才 刚才做活之前 先沾一个 是最好的 这不双鲜吗 如果说白棋吃一个 是先手 那这双鲜还是应该沾掉吧 是的 哎呦 这个 没有 没有把这个战果扩大 这双鲜差好多的 这双鲜差挺多的 就是刚才在 这个时候啊 差三四目呢 活期之前 这肯定也是这个大嘛 也不可能吃这个呀 肯定这个大呀 主要这个之后 哦 搬粘是搬粘不了了 你就有个段 对 但将来收关的话 粘一个总便宜了 总便宜 感觉便宜个两三目 应该是有的 那还是不小 这个 还原一下 复原一下这个漆 嗯 没粘掉 这切手吃一下 挺舒服的 这样贴 冲我一下 但这个漆好像 还是 还可以晒收关 那本来应该白旗应该 如果黑旗活得更充分一些 可能优势战果更大 那就是说本来白旗如果不充这个不损的话 那肯定是白旗好了 是的 那会好像是白旗 还是形式不错 嗯 好 现在白旗拐 拐的时候先贴 时机掌握的还挺好的 嗯 这个时候只能退 然后再掰 白旗是夹了一 这样一夹 现在收关 夹是白旗全力 就看黑旗是觉得粘好 还是挡好 嗯 能力吗 这个力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没想过 这力 力我是不是我直接就是 对直接冲出来了 所以这里不能力 要出了 嗯 要出事了 这里 这个不能过分啊 不能不能上 挡还粘 有点麻 有点麻 它是挡 感觉挡一个厚一点 嗯 但是等于说这样被白旗先手镀到 嗯 然后白旗再拐回来 拐回来 嗯 还能收是吧 能收 现在是黑旗 从胜率上来看啊 黑旗是优势 但是这个 关子旗的时候 呃 决议给的胜率 其实是很细微的 是吧 刚才我看到 呃 黑旗胜率是60多 那那其实还好 其实还是比较细微的 优势还是非常有限 一盘关子旗 现在双方都已经进入了独秒 那也是细期 那这盘旗 得收完 应该还很漫长 嗯 嗯 现在 就不知道 黑旗是上方这地方 补一个 还是中幅补一个 现在进入独秒之后 其实双方的速度 有可能还会降下来 一分钟一步 嗯 要充分利用 是的 本来之前呢 为了给对手时间压力 有可能会下得快一点 嗯 节约自己的时间 那现在反正 不用白不用 啊 直接就冲出来 这个大 就是把这吃了 嗯 这里直接冲 冲出来 黑旗 白旗如果长的话 嗯 黑旗就接着冲 再长 黑旗是能联络的 没问题 联络完了 主要是这个起啊 嗯 我不知道 你是退吧 顶住是不是有点 外面差挺多 这个吃好 别先手 嗯 这样吃 嗯 哦 这个有点先手啊 这个这样打完了 搬你 跟你这个节 白的 我打完了 搬你 这个 嗯 著名的两班长一气 也没长 打开我也没长 就出来一个节嘛 这个虽然是缓一气节 但打输了白旗 这全死了 这个都没活 这个节对黑旗来说 几乎是无忧 黑的是无忧 主要是 白的也不是说就这么点 白的整条大龙都进去了 所以这个白鞋得补 它冲出来可能就是觉得这地方有挤完吃 他看到了挤了吃 对不对 挤完吃如果是先手那太爽了 嗯 所以白的还长吗 这几 白鞋也不见得长啊 这长出来就挤了吃啊 就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绝义刚才给出这个段的那个整形的图啊 就这一代还是有一些利用的 那利不利用 我觉得这个吃赶紧先吃吧 白鞋先手啊 留着干嘛 先手关子 赶紧吃掉呗 你看现在两位棋手速度已经是比较 还是尝出来 尝出来 尝出来 再贴一下吧 那我再 我觉得再贴吧 嗯 这种白鞋 不能不硬吧 有这种心情吗 没有 这种被搬死了 好像 不能嘛 不能 还是要 反正不管顶还是长 那我这个 这个先 爽 这个 把这个子先手吃掉 还是 获利不少 如果你补我是先手 因为本来的话就是 也就是说本来我这手棋是放到这儿的 嗯 我是要 我这块棋 我是要用到这手棋的 结果我现在把这手棋放到了外边 这个便宜还挺大的 就这手棋的价值还挺大 走完还是黑的先手 嗯 强行拖鞋 白的应该只能强行拖鞋 缓一期节我也得强行拖鞋 这上面得先来弄 黑的也不见得敢这样 其实 上面白的先动手 我感觉 有没有什么 拖鞋之类的 嗯 你这个脚不补了吗 我不补了 缓一期节嘛 打嘛 干脆就 就打呀 因为白的全盘还很厚 黑的找不到节 嗯 缓一期节 我比如说我这吃一个 你硬不演 你要跟我开节吗 对白起来说 再硬一手有点不肯 是吧 嗯 我感觉黑的肯定是走不到 看了一眼这期走不到 不可能硬 白的 嗯 加一个 决定给了一个变化 有这种期 加 如果 卡 挡住 这是什么 换掉 嗯 然后把这里拐出去 搬 只能粘 可以再粘这 嗯 粘完之后挤一个活了 然后这样子来收关啊 这个是黑的都要死了 比如说我像刚才那样的 刚才是哪个图 对 就是这样 然后 恰打 恰打 刚才为什么是黑的提白的呢 我现在 哦 这多了一个子 啊 啊 现在断 哦 多了个子 嗯 那 那你怎么弄啊 比如说我恰打 你提了我打 这个先手啊 嗯 你齐需要补 不要补活 你补活啊 你补一个 我再吼呢 嗯 哎 那个加 厉害啊 决定推荐的这部加 看来是比较强 抢手看看 深圳序 九段你能不能看到 这一加 完蛋了 这死了 这 这红出来没路了 这再一套组合拳 这一整套组合拳 不好办 不不不 这不见得下出来吧 这是不是还是有难度 这一加啊 这挤了段也有难度吧 对 挤了段 哎 现在就是挤了段了 看来这个 这个深圳序九段 还是非常的 厉害 敏锐的 这个手段 挤了段 这个这里还没走 它挤了段之后 在这边加吗 哇 还是亮出这招了 忘吃了 黑的可以先沾 双鲜 哎呀 这个还是不好办呢 这期 这个段来只能提啊 只能提 这个只能提 你不提 我先手提 这只能提 只能提 不敢拐 拐人家打吃先手 拐这里 白琪打吃先手 可以挖进去破眼 对 所以黑琪 现在只能提 你可以提的时候 白琪再来吃这个 完美的次序 吃完了再打吃完了 再再一加 这一加直接 如果提 打吃也是先手 加一个活 倒是能活 就是现在看它 深圳九段 能不能看到这一加 加的话呢 不是 加黑琪想活 冲是能活的 这死倒是不至于 再加上能活 那这个图 跟我们刚才说 先手吃一个 差太多了 现在是像这样 被滚个包 这个局部定型 是这样的 下成了这个样子 以后这个琪 还是白琪的 冲完了 沾兜白琪的 这个 这个关子 是下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地方 这个和白琪当初退一个 被黑琪挤了 吃一个子 这样就起 应该不行 这该白琪一下 白琪上方 什么点 我还能拖这种 二路漏应该都行 对 这天长之别了 这块琪就被刮惨了呀 如果这样进行的话 好像 这还不如把这五个弃了呢 的这个弦点 厉害 为唐卫星九段 你也把汗啊 现在 这招招最佳 对 局部最佳定型 这个挤了段 跟这个夹 其实都挺有难度的 而且他这是独秒的声中 吓出来的好手 嗯 我看到唐卫星九段 这时候也得 估计看到这部家 也是一身冷汗 嗯 凉 凉意甚浓啊 这气 但有的时候也 确实你如果是对手 吓得真的是好 真的是好 嗯 也是 我刚才他不应该冲这个 是不是应该这地方跳啊 有可能 他应该也没注意这地方几段 这地方 这地方几段刮一圈也很爽 他冲出来的时候 肯定没有注意到家 嗯 他本身冲 而且现在还是有 这个独秒声的催促 你必须在一分钟之内 做出决断 究竟是 刚才你说的这个 就这么冲过来 嗯 我感觉 这是唯一一个能活的图了 就是忍耐了 都不行吧 这太惨了 这是忍耐 冲就忍耐 要么就 那死了 就玉碎 那是要死了 现在是怎么办呢 不行了 难吧 哦 唐美心选择的 反击还是 拼了 还是拼了 对 这个 是拼 是挺拼的 咋活呢 怎么个 嗯 一沾 白漆 黑漆 只能先手沾一下 是吧 先手交换 然后 来做活下边 不妙啊 粘一下 做活下边 这红出来 逃不了啊 全死了 嗯 现在 刚才这个图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现在 黑席如果粘 嗯 你得做活 做活 这个团是先手 然后 不管怎么活吧 活一手 嗯 这这白的 我就最简明的 我粘上是先手吧 它这一袋都是先手 太厚了 粘上你得补一个 嗯 那这不是死得很简明吗 这三个子跑出来 黑漆 黑漆吃不掉 白漆 黑漆自己就死了 自己死了 跑不了 很明显一直推过去 白的 上面 连落了 这是连着的 所以现在 黑漆很难办 黑漆有没有什么 妙手呢 没了 没妙手 啊 有没有什么 我们没有发现的好手 吃 吃一个肯定不行 吃一个直接就死了 现在应该说 已经是落子了 但是因为这个 传输的问题 可能有一个阳后 现在我们还没看到 哦 它走这里 这啥吗 打僵 也是 对 现在要争取时间 冲 争取到两分钟的时间 还在紧张的计算 那么找不到新的图啊 时间 刚才看到决议 其实给出的几个图 也都是黑漆不太有力 现在农心杯的形式是这样子 日本还剩两元大将 这个伊丽辽和景山玉泰 韩芳呢 哎呦 现在我们看到唐伟星就在 很痛苦表情 爆头了 对 可能是确实是看不到好的办法啊 直接做活去了 直接做活啊 嗯 刚才黑漆是 做了 气了了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不了啊 再要越要越损 但是这一串死掉形式 那 这个也是威仪啊 这串死掉 死的比刚才白蜜这冲一下 损失可大多了 我们刚才说 日方剩两元 韩国也是两元 就是深圳区和朴廷环 那么中国我们现在还是有三位 唐伟星之后还有杨顶星和柯杰 嗯 现在这个 基本界农心杯啊 它这个战况还是比较激烈的 尤其是日本队 坚持到现在还有两元大将 是个军事嘛 是个军事 这盘如果说深圳 深圳区赢了的话 三方依然是军事 对 其实这个农心杯第二阶段啊 你知道吗 有一些年份第二阶段是六局 嗯 但是后来改成了五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觉得如果是五局的话 担心日本队过早出局 如果六局的话 担心日本队过早出局 想让他们第三阶段也要出场 但是这一届 日本队还是非常给力的啊 下得很精彩 赢了两元寒将 嗯 现在这个胜率来看 黑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 嗯 就现在当初这个打看来是 拐出来这个抢手 是不是有点 现在来看是个失误 主要是本来这个打尺 它真的大吗 就算能打白的拖鲜 有那么大吗 嗯 它可能也没注意这几个段 这地方的手术 本来 那如果看见 我觉得这地方补一个也比这个大 或者当时这个贴是不是 那现在看来被这样一拐 它贴是为了 贴是为了吃了吃鲜的时候 那我贴肯定效率最高 不然我可以拐回来嘛 对 那拐回来 这手棋不大 关键就是没有 没有注意到白棋 这部家的好手 嗯 如果注意到了的话 那这个 这一切都不会这么进行了 那没办法 那白棋这串收的确实太完美了 这地方的家 还有这地方挤了段的恰吃 两个局部的最佳定型都下出来了 对 这个深圳续九段在这里 就是完全是决意 招招决意 那太不好对付了 尝一手 冷静一下继续收 嗯 试试看 是吧 贴 这应该只有斑吧 只有斑住 嗯 这死的有点太大了吧 中间 是 中间一下 这个 十 十一十二 二十三 太大了 二十多目 二十多目 出来二十多目 可以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没有打出来的情形 是什么样的 对 或者不 不贴管回来事情 什么情形 这个 一招一招不胜 这个也没办法 对深圳续来说 这是不是终于 在第三次出战农心碑的这个 终于要开张了 大家一起开张嘛 唐伟心也是昨天刚开张 但唐伟心是首战嘛 首战 唐伟心你看 这个三冠王居然第一次参加农心碑 他也说了 他说如果没有参加农心碑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遗憾的事 他这次能参加农心碑 也是因为他是免选 对 因为去年拿到了三星碑 所以获得了这个免选的资格 不然他现在这个等级分 就是 如果他这个等级分 可能连选拔的资格都选 选拔资格都够强 今年这个我们农心碑选拔 好像是等级分前十的棋手进行选拔 嗯 斑 然后 在那里交换了一个次序 让他看看 然后就退过来 管了一个 先管了一手 好 交换了一手 对他做活 嗯 然后长 这个中幅基本上已经 比较完整了 嗯 可以稍微点点这个木怎么样 好 丁丁老师帮我们点点木 看看 这个 木树怎么样啊 有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AI的胜率啊 AI是这样子的 就是 他给的胜率实际上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木树 还是要看确定性 他认为这个棋赢下来的确定性是多少 有的时候他给到了九十多 但是可能就是半目胜负 盘面应该不够了 哦 那就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盘面不太够 雷琦断进来 断一手 嗯 断 断是什么意思 断人家这一代不都是先手吗 嗯 雷琦单肠 也不亏 反正就这样 嗯 那如果我现在是盘面胜负的话 那这个想要追赶 好像很难了 太难了 白棋很厚啊 白棋 这地方你得打吧 不然我挑一只跟你打结 这个戒黑棋绝没有打得过的可能 这个棋你说谁厚呢 好像是不是白棋 也没什么厚不厚的吧 白棋也没有什么厚 我已经完了 这个棋我跳进去 这黑的得马上打 这都打不到了 打我要给你打结 白的结材太有力了 这地方举不好多结 这种吃都拿来当结材了 不好办现在 嗯 这脚上肯定得补一手 这东西太多了 加你 搞个打结出来 黑的就打不过 挤了一个 挤一个是 白的还硬不硬啊 都行 来记沾的话也是新手 嗯 沾或者 这个打拔也很大 但你打的时候我断到这 嗯 嗯 弄到这的话中腹会稍微有点 对白棋来说就粘住 我觉得粘掉最厚 对 粘掉的话呀 粘掉这棋黑的就没有任何结材了 然后这地方 我感觉 这地方要出要出大事啊 加你 这局部白棋留有各种结材 这块棋有各种结材 然后脚上脚上搞个结出来 黑的打不过就 没了 它还是不肯粘在这儿 我还是得粘吧 该粘还是要粘呢 正常还是要粘一手的 嗯 那今天这盘也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啊 嗯 今天结束之后 那么正 这盘其实如果说真正去拿下的话 那么中日韩都是重新回到了起跑线 各胜两员大将 还是把最精彩的这个战况 保留到了第三阶段 很有悬念 很精彩啊 我们看到这个 神经区的表情也看不出这个 好像快要胜利的感觉是吧 还是很专注的 嗯 今天这盘棋 白棋 水准还是很高 对 后面的收树 下的确实好 不但 本来 这棋白棋已经失误了一下 这一天 那个时候 其实黑棋是很有机会的 对 如果这一代活的 是不是活得 更好一些 胜面更大 主要还有这部冲出 漏算了 对 火 嗯 补在这里 嗯 蘸掉 这样的话就是我冲这个 你挡住做火 嗯 这个木树是这样烧好是吧 也不一定 就我觉得白棋没想跟飞机去打劫啊 反正这种都浪费劫财了 哦 白棋可能 如果刚才一点的是盘面胜负的话 白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吧 就要正常收关就可以了 正常收关 我感觉挺正常收关 这个不算拼是吧 这就是正常的下法 这个感觉黑的 那主要肯定打不过 现在白棋冲 黑棋 黑棋就说不能 不能沾了 不能沾这一 沾我这立立或者小尖 绝不如尽死 对 这个是一个 一立下面没有眼 对 你如果挡 它就扳 拔完再扑 拔完再扑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下面是后手一只眼 冲的时候应该是要做活 还没走 唐伟欣九段现在调整心情 还是这个姿势 他可能还是在 真的是自己还在整理这个思路 觉得本来有一度觉得 好像要拿下了 是吧 当白棋这个冲这里的时候 白棋送了一下 送了 亏了几目棋 亏了一些的时候 那时候黑棋很有机会 但是突然在右边 这个把两个子冲出来之后 好像黑棋出现了一些问题 结果白棋 这个时候发挥非常的出色 很精准 都抓住了 对 这一站之后 好像黑棋 现在机会就比较渺茫了 很拼 对 刚才我看 好像是不是可以有这种 这个什么 强行把自己下层打结活来拼 因为我们刚才说 另一个下面没眼 对吧 你搬到这儿 我打吃 你 你 如果不走了 我这个打一下以后 我活了 是吧 他这样比挡住活得好吗 木树便宜了 其实我觉得这是球头场了 这白石大猪 他当时要加呢 加锅呢 加锅是不是也活了 对啊 是吧 加一个也活了 他要搬 搬太绝佳了 为什么不加 是吧 加一个也 加最好 加是局部最好的活法 他搬 马你一下 你打不打上来 我打呀 打结 这么想打结呢 是吧 对啊 这怎么打呀 这不 现在我这个当结材者 我感觉脚上有20个结材 他可能就是 球头场了 是吧 就是一个 你打上来 也就这样了 正常来说 肯定是应该加的 加火好吗 白的不打也是 都是加火了 不打不打也是一样 如果白气脱线 你将来黑 也是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打吃 你打 我实在不行 我再沾回去 我也没亏 哦 白的可以打着玩 打打看 所以这个斑 有点意思啊 我感觉白的打黑的 可能就算了 这个斑 你看白气的小 白气看脱线不理了 白气把这个斑沾了 要说我肯定跟黑的打结 为什么不打 白气觉得没什么必要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白的这个棋就斑沾着手 不合适吧 这急 这黑气脚里 味道很坏 感觉白气手段挺多的 就斑沾 沾上 然后 斑沾真的是 太佛系了 太稳了 斑沾完一吃 一点变数都不给 对 几早收兵 一点都不变呢 那现在 这个 唐轩宗 悬了 几句可能随时会结束啊 估计 关键是白气这种下法 已经是有点 劝翔的感觉了 这个下法 要是他加上去打结嘛 只能说优势啊 还可以可以在 下这个 找找结材什么的 纠结一下 这结也打不打 不 主要刚才我们所说 这个打结就是 黑的打输 这全死了 像中间什么 这可能都不是结 冲一个都不是结 是 那个结 黑气是太重了 脚全死了 目前来看 这个黑气 确实希望非常渺茫啊 嗯 嗯 啊 朴霖 呃 朴震 这个 盛真旭 现在 比较悠闲了 嗯 跟柯杰一样 对 喜欢这个 揪头发 这都是柯杰的招牌动作啊 嗯 其实起手是 就人思考的时候 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 可能他自己都没有什么感觉 嗯 这首白旗 只要不滑标就行 哦 还有这一招是吧 还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个农心杯 嗯 多 当时什么时候都有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看到深圳旭 当时那盘旗 不是滑标了吗 和柯杰 滑到一路上 看有人把那个 做成了衣服 做成了T恤了 嗯 就是把当时那个 呃 把那盘旗的图形 对 结果旗旗旗做成 坐在衣服上 这很常见 那一盘旗做成衣服 感觉莫名的喜感 一路那手棋 这是什么 蛙 嗯 火 吃 现在差距是不是 没那么大了 黑的旁边应该要好点了 白旗这个手法 要不然丁丽老师 帮我们再点点木 手法 感觉黑的能追回一些 我来跟上进程 你来判断一下 好 现在 关子也不是很多 嗯 那我看到唐伟欣这个表情 还是在点木 还是要判断清楚 立下去 深圳虚现在 还是比较 相对来说 比较悠闲了 旁边差不多 怎么样 还是旁边差不多 旁边 可能黑的 也不见得好 差不多吧 就是 旁边差不多 这个天六目板 嗯 这个 太难了 黑的走路 有个什么 白的离下去 嗯 挡不住 挡这个 嗯 嗯 哦 现在应该 这个离 可能现在已经不是 胜负和胜负无关了 是吧 嗯 胜负应该没什么学念 这个期 如果白旗下输了的话 应该不太会 除非有什么意外情况 是吧 这个超时了 滑标了 这个 这盘棋 如果这个关子 再出问题 再下输的话 甚至是我觉得 这个 可能心态要崩了 跟柯杰的第二盘 最后的那个逆转 对这种关子出问题 嗯 这盘棋没变化了 我这盘棋黑的 啊 不知道 唐伟欣 这个 下的也挺好的 其实 对 其实黑旗下的也 这盘棋发挥 应该说还 除了这个 最后 这个阶段 前面一直都挺紧的 对 也都差不多 其实你说这工算 也是相对的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很低级的工算 这挺难的 这个家挺难的 只能说是 深圳序敏锐啊 对 敏锐的抓住了 这样的机会 不是说 低级失误 并没有 确实是这两串 被白旗下的 下的好 所以唐伟欣 这个 首次出展农心碑 取得这个 一胜一负的话 其实也不错 宝本嘛 毕竟是 像深圳序 这么强 也是刚刚开张 他还要准备 再坚持到最后吗 宝本就行 中国还有两元大将 如果两位棋手 都能宝本 每人赢一盘 就够了 因为下一场 就是该日方 下一场先日韩先下 对 咱们中韩棋手 也不用近台 一人赢一盘都 其实内台赛呀 主要还是到最后 还是看主将 看主将的发挥 你看上一届 这台赛 我们这个形势 一片大好 是吧 两点星七连胜 最后也还是要 中韩主将 最后来进行一个 决胜局 那之前也有一届 中国两名棋手 就清台的 也有 对 但目前好像还没有 出现一位棋手 先锋清台的 是吧 好像还没有 那倒是没有 记录应该是 农心碑的前身 真路碑 徐凤朱老师 好像是有一年 九连胜 对 那个是真的是 太传奇了 此后就是进入 这个农心碑时代以后 最高就是七连胜 最高了 对 范婷育有两次 这个杨典欣一次 那杨典欣 这个本届免选 也是因为 他上一届 发挥太出色了 七连胜 对 这个也是应该的 应该是免选的 柯杰是作为第一人免选 那肯定是实至名归的 对 唐伟欣是上届三星杯的冠军 所以获得了免选资格 现在神真旭 也看起来也没有完全放松 还在收嘛 双方还在收束 神真旭也是韩方的一个免选 是韩方 神真旭免选 然后江东润是外卡 剩下三位棋手是通过选拔赛 朴婷桓也是通过选拔赛 对 出现的 那么日方五位棋手 全部是指定 日本从来都没有下过选拔 一直都是指定的 日方好像是他的传统 他按照他的这个头衔 或者是奖金排名 但是这样选出来也没问题 也是他们应该最强的 肯定是最强阵容了 也是当时这个时代最强的棋手 其实本队这一届 我觉得还是整体 还是很年轻 年轻有位 对 还在收 看这个 看这个情形是要准备收完吗 应该是吧 下面 提掉之后 看看他走哪里了 提一个 上面提一下 我看看着一下 伸进去 后手伍墨 好 然后冲 打吃都不打掉 这个打应该是决心 是吧 也不一定了 黑的如果走呢 我现在打的粘呢 就不打掉 然后拐 忍住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和你刚才点幕 应该没什么变化 应该是黑器旁边好 也很有限 不好办了 唐华卿 调整一下心态 看看是 要不要继续下去 冲心碑现在进行的是 二十二届 那么前 二十一届当中 目前来说还是韩国队夺冠次数最多 韩国队获得了十二次 中国队八次 日本队仅有一次 不过我们获得这八次 还是就是近几年 近几年一直中国队那个 韩国队主要李长浩老师 李长浩老师 那个时候 太厉害了 一个人终结了七届 一个人当主将呢 赢了七届 当时 真的是李长浩老师 神话一般的存在 所以说内台赛 真的就是造就有英雄 包括之前的中日内台赛 你也凭老师 是吧 我相信现在 绝大多数的齐迷 可能都是受内台赛的影响 喜欢上围棋的 围棋热潮 看唐卫星的这个表情 好像还是在不断地点目 确认一下 形式 这边提掉 棋盘越来越小了 嗯 反正 而且打吃一直保留着 都不走 这打掉了 现在打掉了 白棋的先手 对呀 这边拐 拐进去 确实是这盘棋还是 对黑棋来说是比较遗憾的 前面这一代已经是抓住了 很好的机会 亏的好像应该一个贴幕有了吧 形式 亏一个贴幕 在这里突然急转直下 对 有点措手不及 确实是妙手没看见的 是是是 有点遗憾 我猜测 他可能 从这一代白棋开始做准备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感觉 骑手会有这样的感觉 来不及了 因为你没下在棋盘上之前啊 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好点 当你落子之后 也许就注意到了 但是来不及啊 像这种时候 那个心情也是很胶着的 就是对手 还没有落子 但你也看到了那个好点 是吧 又担心他下 那只能 祈祷了 只能祈祷 那等等着吧 那没办法 哎呦 这个玄宗今天 没有发工啊 应该 这个 也不是发工的问题 确实是 深圳序 发挥的好 下得好 人家这一串下得好 也得 福气是吧 看来这个 这里冲了一下 毕竟也是韩国第一人啊 而且能把 朴廷环这个5比0 是不是 这么一个选手的比分 可见他这个状态和实力 比赛是不是三盘之后 朴廷环人就不太对了 那个 他前三局是连着下的 然后第四局后 三局和四局 后面起的质量 好像也那个 有些 朴廷环 已经完全不在状态了 简单的看错呀 勺子都非常的 这个时候 所以说 像七番棋啊 五番棋 下到三比零 或者四比零 就 某方搭到四盘 三盘就可以终止了 后面就不用再继续了 反正也没想到啊 也没想到会这么的选述 在定下这个比赛的时候 当时可能 深圳序 成绩还没有 这么这么的 好 可能就策划了 这么一个比赛 对 韩国的第一人第二人之间的对决 但现在 就是深圳序 确实是 从技术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弱点了 而且还这么年轻 2000年出生 还在继续吗 走哪了 粘上 断打了一个 提了一个 提了 白棋走哪 黑棋把这个断打 白棋靠嘛 黑棋的断打 然后粘 不甘心啊 黑棋现在 就是盘面烧好的一个局面吧 黑棋盘面一两目的样子 现在唐伟欣还是 不甘心这样子 就 这个姿势 从擂台上下来 是吧 嗯 第一次参赛嘛 嗯 也是 顽强 唐伟欣确实是非常顽强的 用于棋手 就是不管跟 谁下 想赢唐伟欣一盘棋 很累 那现在韩国好像已经进入了这个叫 二申时代 是不是 嗯 因为目前排名前三名就是 深圳旭 申敏郡和 朴婷环 朴婷环已经第三了 没有 朴婷环第二 对 但是你感觉申敏郡也是一个上升的势头 对 申敏郡进了LGB的决赛嘛 对 那申敏郡前天输给了职业虎 对对对 那盘棋其实 但他之前又赢了我们孤子豪 赢孤子豪那盘 还是下得很漂亮的 几乎是完胜 对 从事后决议给的那个胜率图来看 其实就是完胜 就他的胜率 没有 没有很低过 申敏郡是大申 申真旭是小申 对 施敏郡是 看现在已经2000年都已经进入00后了 施敏郡是李世时的土地 对 大申是李世时的土地 那么 其实我们可以做个横向对比 你看韩国的施敏郡2000年 申真旭2000年 申敏郡95年 我们中国现在2000年 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棋手 谢科 谢科 李维钦 对 调元赫 但是 我们虽然人多 但是好像还没有 没有像申真旭想拿到这个世界冠军 对对对 是要准备暑期了 我觉得 下到现在 应该是要下完吧 最后要 点幕 在网上下期 有一个好处 暑期很方便 一秒就数清楚了 这一波下得很快 最后一幕期的定型了 我们干脆直接看他们的结果吧 其实日方像昨天登场的职业虎安 99年出生 也非常优秀 对 日本队今年 好像年龄最大的 就是他们主将 景山玉泰 那肯定是 所以总体现在 这个三国棋手的年龄 都是非常年轻的 日本这几年 也是 着力培养 年轻棋手 也是 成绩 好了不少 尤其现在进入AI时代 我觉得这个训练的方式方法 也是越来越接近 这个资源已经是完全是公开了 基本上公开了 太方便了 资讯 不过我们中国中方企业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因为我们有决议 决议 我们这个AI的教练我们更强一点 而且决议 他又没有 就是完全 没有说 你可以跟他对局 这一点上还是 我们国家队的一个优势 决议 也是国家队的专用AI 那么 热寒棋手就 很难享受到这个福利了 还要 其实能够跟决议 如果能大量的去对局 我觉得对棋手的掌棋也是有帮助的 对 包括这个当年 陈耀夜就是和决议 下了几千局 一两千局啊 这么多 下了非常多 毕竟你跟AI能 这个战斗一两千局 因为你毕竟AI水平高啊 跟高手请教一两千局 对你的帮助还是不小的 但同时 其实你也得要忍受那种 不断被击溃的那种挫败感 那心态要好 这个 就像咱们这个业余的时候 那你跟职业骑手下指导棋 输了 应该没有被击溃的感觉 对 你这调整好心态就好了 心态要有 其实现在在这个野狐网站上 也经常有AI的账号 在上面和这个 九地选手下让子棋 是吧 其中也不乏 很多这个高手 职业高手 上去挑战 祖宗来说好像是 人类骑手是 富多胜少 那肯定 让两子吧 对 让两子 我其实看见 其实有就很好奇 就说 跟这个决议下 像这种职业高手 大概是个什么差距 有人说三子行不行 你觉得三子肯定赢了 你觉得三子还是 人类骑手更强吧 应该是 应该是 两子 结束了 看现在的画面 结束了 结束了 很可惜啊 最后它是数了吗 它应该是数棋了吧 现在我们这边 还没有显示出来 这边把单关收完 数棋 不知道它最后数了没有 但是棋局应该是不够了 可能是输个四目半 我猜 你算得这么清楚 我没出来 我猜一下 输个四目半 这番棋呢 很可惜 这个唐卫星九段 其实已经是 之前一度已经扭转了局势 只是在这个局部 就最后这个 在最后的局部 从结果来看 是这种大勺的一种态势 但是这个呢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就是对手相当好 下出了妙手 是 总之是在这个 局部非常遗憾 亏很多 对亏了很多 最后还是 输了 有一定的差距吧 最后输掉了 那么这个 农心杯呢 第二阶段 到今天也就是收官之战 今天最后一轮 对告一段落 那么接下来 现在中日韩三国起手 各剩下两名进入了第三阶段 那么我们这连续五天的直播 也将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各位其友的支持和观看 也感谢订阅老师做客 来给我们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那么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再见